高雄县市合并之后 面积最大的市地重化区 第77期市地重化工程 在今天上午举行 竣工通车典礼 由高雄市长陈菊亲自主持 他除了感谢曾经参与其中的 公务团队与地方民意代表之外 也强调市府推动市地重化 一律采取公办模式 重化之后的效益 也将由全体市民来共享 高雄市第77期重化区 总面积大约34公顷 市市县合并后面积 最大的重化区开发案 扣除建筑用地和公用设施用地后 还开逼了16条道路 总长将近6000公尺 缝合凤山 南城 牛寮地区 和前镇区的南北交通 市县合并之后 市府为了解决第77期重化区的 开发困境 最后以该区为货物专用区 非属农业区 透过地震局和多发局合作 改以市地重化方式 历时两年终于开发完成 另外在重化之后的土地分配部分 58位地主中有部分提出异议 最后在都市计则计划委员会跨局处沟通协调后 采取得当地地主人数和面积过半同意参与重化 还节省了55亿元的道路开发费用与市民共享 节省市政府的工坛是差不多55亿元 如果我们未来中卫 给国家的欧春还有贪金 我感觉一定希望市府团队 真对我们这个南寮 南寮有料地区 如果要有贪金 应该开发的地理 这个礼顺要和市民共享 第77期重化区曾经在97年高雄县政府时代时 公告实施办理区段征收 遭到地主联署诚勤反对而废止战时开发 经过市府团队合作 在合法和尊重民意之下 完成开发 为市地重化写下成功案例 感动新闻张世民赖昌邦采访报道